研究顯示 睡不飽 愛吃垃圾食物 美國現在研究發現了 睡眠不足就沒有辦法 恐懼欲望 因為大腦需要被獎勵 所以垃圾食物就變得更有吸引力 垃圾食物看起來 該組裝睡眠不足 要睡飽才能抵抗垃圾食物的誘惑 否則就會變胖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營養研究所助理教授 聖昂吉的研究發現 連續五晚只睡四小時 睡眠不足的人 看到糖果 披薩 甜甜圈等 垃圾食物的照片時 大腦掌管獎勵的中樞 會活躍起來 認為吃垃圾食物有補償效果 激發食慾 睡飽九小時的人卻不會 研究分析 當人睡眠被剝奪疲累時 警戒心會降低 即使明智不可為人會去做 睡眠不足 會使腦部下市秋 掌管食慾的荷爾蒙分泌增加 產生饑餓感 進而增加肥胖風險 睡眠不足下草 其實很容易就會造成 像吃東西那會讓我們 那肥胖的肌肌被啟動 我想這大概是會有連貫性的關係 那個食慾其實是會被啟發 是沒有救的 因為睡眠其實是可以減肥 醫師建議 每晚最好睡足7到8小時 肥胖指數就會下降 綜新聞 看來醫生也沒睡飽報導 明星期待 明星期待 明星期待